现在来教各位如何使用K99第三代掌上KTV 以iPhone的连接及设定 我们来安装唱歌的软体 那我们在App Store里头点下来之后 下方有一个搜索 我们在搜索里面呢 来打一下 这个天类K歌 好,那现在找到了天类K歌 好,那我们来取得进行安装 下载好了,我们就来开启 好,那我们来点一首歌 港台女歌手 我们看到登丽K 点一首月亮代表星 这个时候最重要 我们下载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把握,就预览先听看看 听听看看原唱 如果你已经确定了 要下载这一首歌 我们就下载视频 视频MTV的效果 然后现在画面呢 他就会开始把这首歌下载下来 下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听演唱 把他读唱起来 画面不够大的可以把他转过来就好 转过来是一个大画面 那音量造小我们从手机来把它调整 那接下来我们如何让他跟我们的整个K99 如何来连结 好,我们先把音乐先暂停 我们拿出呢 包装里面的这一条线 这个是Micro头 Micro头直接插到我们器器上面的那个Micro头 直接把它插进来 然后尾端呢 这边是3.5mm的音源孔 音源孔呢 对准iPhone的这个耳机洞 直接把它插进来 我们现在把声音接到我们K99上面 那画面呢 现在会问你 你要不要把麦克风把它打开 我们不要允许 因为麦克风打开会产生消叫声 这个是iPhone6 以后的最新版本 我们都要选择不允许打开 现在直接播放 然后把机器把它打开 好 音乐 好,现在是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以直接点 点这个半唱 原唱半唱 这样就行了 那如果说 我们唱不上去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这里头 来升降Key 升降Key 来让它达到 你适合的音调 好,谢谢 那祝你的 欢唱首